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11月8日即将登场 玉里镇预估调查13个里2591户 为了推动普查作业可以顺利 也成立了玉里镇人口及住宅普查所 镇长蔡秋龙希望民众可以全力来支持 配合政府的普查工作 也多利用上网填报方式 提供详实普查资讯共创双云 人口及住宅普查是根据我国统计法规定 每10年举办一次的基本国序调查 从民国45年首次创办 这次是第7次办理 而今年普查采用公务登记 以及调整整合式普查方式来办理 我们这一次普查的重点 就是用公务登记 以及调查整合的方式去处理 其中就是对人口的分布 我们一比证 目前有筛情13个里 包括有2590亿户的户数 要接受普查 这个普查的方式 除了我们普查员到访问以外 我们一般民众也可以利用电脑 手机平板 网络去登记就可以了 玉里镇预估调查13里2591户 为了顺利推动普查工作 也成立了玉里镇人口及住宅普查所 109年人口以及住宅普查将在11月8号到11月30号全面展开 镇长蔡秋龙希望民众全力支持配合政府普查的工作 多多利用上网填报的方式 并且提供详实普查资讯 共创双赢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